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县长致辞时表示希望能够发挥团队的力量 来帮助小麻痹关怀协会 建立一个伯利欧家园 让身杖朋友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庇护工厂 其乐跟我们二龄地区有很密切的关系 那我们二龄有三宝 就是乔曼艺人加土桃 那我们二龄农会推广得非常好 所以这一次二龄农会 他将他们的产品来结合 来赞助我们POLIO家园的后地建筑基金 那产品有红艺人还有红艺人雪花片 红艺人荞麦随身片 荞麦面荞麦雪花片 二龄真情礼盒 那这只要有这个标志 标志在这里 这个有贴这个标志的 大家来采购 你只要买一盒 我们二龄农会就捐五块钱 这次活动二龄农会率先响应 将农会产品做结合 每售出贴五元字样认证标志的产品 就捐五块钱给POLIO家园 作为购地建筑基金 县长也呼吁社会大众多多采购二龄真农会的优质产品 不仅营养健康又能做公益一举束得 有一个披衣工厂 有一个让有工作意愿的生肠朋友 可以靠自己来养活自己 有一个养老的地方 让这些重度没有节温 交情有困难的生肠朋友 可以在这边来养老 让他们有尊敬来按度他们的晚年 今天的记者会 不是二龄农会的一个表演 这个舞台是属于大家的 我想我很清楚地跟我们执行长提到说 邀请函一定一定要寄给我们县内所有的工商企业 为什么 因为光靠二龄农会就不好吃钱 县长指出这是一项发挥爱心的起步 县府会继续来支持与辅导 让伯利欧家园早日建造完成 同时希望借有活动来抛砖引玉 让更多有爱心的朋友一起来响应 公益频道刘欣孝张华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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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